王丹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许你可以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看 就是说 到底怎么会衍生到一个打击犯罪 变成是两岸三地再次开火 首先我看了那个小段咨询罗英学 那段我真的很有感慨 这感慨我必须发表一下 因为小段一再的小段有点引导性的 一再的希望就说 你怎么可以相信中国的司法独立 或者相信中国这些 我很感慨罗英学还很聪明 就是不上当 一句也不肯批评中国 一句对中国不利的话也不肯说 好像中国现在是最民主法治的一个国家 就是我做外人我感慨 就是说我发现国民党的有些官员 对共产党的感情 远远超过对民进党的感情 也远超过中国14亿同胞对共产党的感情 对 你就说一句不好的话 人家共产党自己都还自我批评一句 轮卸绕来绕去 我仔细看那段 我好想听到一句 他一句也不批评 这点我就非常感慨了 第二点其实我要感慨 就是说民粹这个词我听得很感冒 这是到底什么叫民粹 就现在动不动就归结为民粹 反正是选输了 大概人数少人多的 他就认为是民粹 我们这些大学教书的 我们很在乎这种概念的准确性 那到底我也想请接一下罗部长 到底什么叫民粹 民主的含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那如果多数说话有力量 这就叫民粹的话 那就等于否定民主 所以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反正这篇新闻稿也好 那个质量也好 我觉得法律的问题是法律问题了 坦率讲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觉得好差 整个表现非常的差 就是说我们要讲那个叫做 concept explication 概念解析了 就是你说一件事情 那个概念要很清楚 你的民粹指的是什么样的面向 每个面向有什么指标 所以你这句话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个王大人 我们比较 我们教研究方法 我们比较催毛求疵的要知道说 你到底在讲什么了 你这样你们概念都不理清的话 你就讲我觉得才是制造对立的嘛 你就扣一个帽子嘛 随便给人扣一帽子 这共产党才干的事啊 对吧 你也不讲清楚什么是民粹 就说对方是民粹 这个我听了非常耳熟耳震惊啊 嗯哼哼哼哼哼哼